为了推广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 观传局由于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合作 推出了台北游影三系列活动 而其中的影片征选6月13号开始起跑 拍摄手法还有拍摄器材都不拘 来邀请民众拍摄心目中的台北 只要投稿就有机会获得最高奖金3万元 中山社区大学学员们用传统日本舞蹈 为公用频道台北游影三影片征选活动揭开序幕 文山社大则是用口琴吹奏经典民歌 带大家重温青春时的记忆 我们的同学光是一个公民新闻社 一个学一年我们就可以有四十几则的影片 是上到公式的精选新闻里面 你光是用照片串流 或者是一段故事的一个新闻的报道 这样子的影片是一年是几百则 台北市观传局与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 合作推出台北游影三系列活动 今年协会除了提供教学资源给社区大学外 更鼓励社大课程学员把作品放在公用频道播出 希望达到公共资源公民共享的目的 14个社区大学都可以跟我们协会 或跟中央频道来联络 我们派老师去教社区的民众 怎么样使用影像跟拍照 那拍完照之后呢 您就可以把影像传到我们的公用频道 就可以在电视上播出 台北的各种旅行 我们欢迎大家各位市民朋友 透过你的手机 相机 摄影机 来拍摄我们台北各种好的旅行 比赛分为开放性主题及特定主题 影片长度为1到30分钟 另外再依影片性质区分为剧情组及非剧情组 拍摄手法和拍摄器材不拘 欢迎民众拍摄心目中的台北 用镜头记录台北的在地生活 记者游湘亭台北采访不到 国内疫情解封但似乎有反扑的趋势 再加上了流感季节来临 而对于抵抗力较差的长辈们来说 更是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而凯博大宽评 杨明生 金平道 新台北还有大安文山有限电视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特别捐赠了12000片的口罩 以及舒适的椅垫给长辈们 还有长期提供居家照护福利的 立立社会社福基金会 希望可以协助长辈们 更安全的健康防护 台下长辈及照护者 仔细聆听台上中医师的 简易居家照护技巧讲座 主办单位立立社会福利基金会 也特别为报名讲座课程的 听障朋友同步申请听打服务 让每位前来参加讲座的朋友 都能够吸收正确的照护观念 这是立立基金会台北据点 每季针对新熟年朋友 规划的多元学堂课程 也提供居家服务相关问题的咨询服务 那其他不定时的 像我们的居服居家服务的长辈 我们会邀请他们进来开会 或者是我们的居服员会进来 带长辈进来聊聊天 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给社区的民众 可以做一些比较灵活的运用 因应政府推动长照2.0政策 立立社会福利基金会 在台北市、中正、大安、松山及信义区 提供长者居家照顾服务 服务对象为65岁以上长者 及50岁以上虚枝症患者 55岁以上原住民或零有身心障碍手册者 有建于新冠肺炎可能反扑及流感疫情升温 凯坡大观坪、阳明山、金平道、新台北 大安、吻山有线电视 特别捐赠1万2千片口罩及舒适宜店 提供基金会照顾服务使用 凯坡大观坪这边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发挥抛砖引力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有一些口罩的部分 在这个疫情虽然已经减缓 但是看起来在这个季节里面 又有一个升高的趋势 我想借在这个机会 我们赶快把这个口罩提供给莉莉 让她能够把这个口罩发挥更大的效用 那也能够进一步希望 更多社会的爱能够散布给我们相关 对我们社会有贡献的这些社会机构 抵抗力比较差的这群长辈们 他们在疫情的期间 非常的需求这些口罩的部分 那后续的部分因为疾病一直在变迁 所以疫情有另外一波的提升的趋势 所以持续性的防护还是需要的 非常谢谢凯破大宽评的协助 谢谢 立立基金会主要服务抵抗力较差的年长者 这次获得凯破大宽评的资源益助 基金会对有限电视表示高度感谢与肯定 让社福团体能够无后顾之忧 持续为社区长辈提供更好的照顾服务 接着陈敏伦 采访报导 台北市迪化街北段拥有百年历史的 《夜静发商号》来发起了第一届 《2023道成时光记》 活动内容是包含了食农讲座 原著名风眠记音乐演出 还有台日文创世纪 食农走读大稻城以及酒家菜体验等丰富的活动 而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 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来邀请民众前往大稻城 体验丰富的文化盛典 来自日本青山县的高档鲍鱼 干贝甚至还有价格不菲的婆僧及鱼刺等食材 都是过去在大稻城繁华时期 高档酒家菜满檀香的所需食材内容 赤资18万元购买食材 将经典老菜重现 就是为了首次举办的大稻城时光记 要带领民众回味大稻城的昔日风华 单单这些食材就发了台币18万 那这些食材上面有非常高等级顶级的料理 现在很多已经几乎没有了 这就是为了要呈现说 在三四十年前大稻城的环华盛世 我们今天想办这个活动 也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活动再告诉大家 迪华铁北段会重新出发商圈 或重新新增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的 除了找来老师傅带领徒弟们重现经典料理 久过三巡后的节酒菜色 由于裸肉蒜 也是流传百年的传统菜色 这些都是要唤起市民朋友 对迪华街过往的深刻记忆 百年粘米厂老店举办活动 从即日起到6月30号 一系列讲座 走读及文创市集和酒家菜体验 邀请民众走读大稻城北街的饮食文化 大稻城本身就是一个中心 然后让我们整个台北12个区都发光发亮 然后把观光经济带起来 观传局长陈淑慧表示 大稻城是台北的中心 期望借由民间自主发起的文化活动 与市府举办的观光系列旅游行程 创连成丰富的旅游路线 借由文化带动经济 活络各地的商圈发展 记者陈敏伦采访报道 庆祝辖海城隍爷诞成 台北峡海城隍庙与文化总会来 共同举办了2023台北峡海城隍庙文化节 不仅带来了传统祭典 市集音乐会系列活动 今年还找来了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周玉颖 以城隍爷渡台203年的历史来为发想 设具出了台湾的特色的神衣 来棋盘结合设计创意还有传统的节庆 让更多人来知道大稻城的历史文化 我们帮他设计了一个领带 我们让老爷戴一个领带 对很帅的领带然后才来打叠这样子 城隍爷神像打上帅气领带造型活泼新颖 大稻城在地服装设计师手工缝制神衣 除了传统官服波浪文 还有庙方特有的基母穴 红线和服装产业的针线 带领大家温故知心 同时为台北峡海城隍爷提前暖寿 这是我们用摇滚音乐 甚至还有老舌音乐 然后希望来让这个在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热闹一下 那也希望能够带来更多年轻的朋友 走入这样的一个老城区 让他们去认识这样的历史 了解这样的信仰 我真的觉得说 我来这么客气啦 怎么有办法在这条街上 每个人都在做工庭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在做工庭 我们的廟宿还没修理人都在修理 我就说 后来这条鞋子很漂亮 要让我才知道 漂亮不夠 就要还有文化 庆祝峡海城隍爷圣诞 台北峡海城隍庙与文化总会 共同举办城隍文化节 开早来文创团队设计主视觉 让城隍爷变身音乐DJ 述说地方故事 为期一个月的活动 有庙会祭典 更结合商圈办事集 吸引人潮走进迪化街 我觉得我们城隍庙 是结合我们在地的商圈 然后甚至扩展到我们地下街那边去了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大家共同努力 把这样一个宗教的文化 不只是只有战争 只有宗教 我们希望扩展到更多人大家生活的里面 这样的文化历史不是只有来拜拜 是了解它的过程 了解这整个区域的文化 甚至我们大东区已经非常多外国观光客 让我们的在地文化可以传到全世界 神明庆典结合地方产业 带动周边发展 成为台北下海城隍庙一大特色 庙方不只让各地信众求姻缘 还邀请乐团办电音派 邀请年轻朋友加入 体验不一样的庙会文化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由台北市新龙社宅 亲创户与文山区公所等单位 来共同合办一年一度的文山区 超大型的亲子活动 丸童运动会 在新龙社宅是热闹的展开 而包括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还有各式的游戏摊位 以及运动项目等等 都吸引了民众 席家带俊来热情参与 而为了推广地方的特色 主办单位也特别来安排了 茶笋节的系列活动 让社区的民众感受到 浓浓的在地人文风情 摇滚乐团嗨唱经典名曲 热力演出博得观众满堂彩 而同样吸引眼球的 还有在社区扎根30年的 台北曲艺团 透过相声与主板快书 传统艺术演出 社区居民在欢笑中 纾解压力 释放心情 再说好 台湾的好事真不少 即使天宫不作美 但来自各地的参与者 依然络绎不绝 包括弹力球 讨拳圈 超大弹珠台 以及武功阁投篮等等 复古游戏 都等着大家来闯关 这是已经举办四年 每年一度的文山区超大型特色 在地亲子活动 玩童运动会 主办单位在新龙社宅附近封街 推出许多有趣的游戏 手作活动与运动摊位 让参加者流连忘返 除了让大伙热血沸腾的拔河比赛 许多小朋友也迫不及待 拿起水球 水枪PK大乱斗 另外主办单位 文山区公所也设摊宣传茶笋节 让民众贴地 认识家园独特的产业文化 包括多个儿哨组织与公益团体 都热情共襄盛举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游戏 运动与音乐活动 让大小朋友们享受完饭木炸 与区里共度幸福的快乐时光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警分局内湖分局 就接获了勤姿 跟肩一名绰号小詹的嫌犯 知道他身上藏有非法枪械 再申请了搜索票 直接突袭他位在新北市新庄的住处 当场查获了手枪还有子弹 移送地检署来侦办 内部分局侦察队火速 进入这间套房 当场查获改造金牛座 手枪一把 子弹六颗等证物 警方接获勤姿 绰号小张的嫌犯持有枪械 危害社会治安 警方申请搜索票 直接突袭小张位于 新北市新庄的住处 一举歹人 内部份局强调持有枪械是暴力犯罪的乱源 并持着向上溯源向下刨干的策略 持续查弃黑枪不法 警方征讯后 也将嫌犯依照违反枪炮弹药 刀械管制条例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确保社会治安 就从我总报道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